我想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第69题这一题该怎么做 第69题这一题 这个复杂度又稍微高一点 不过原则上 如果你前面的这个基本画法都差不多没有问题的话 理论上应该这一题应该可以解算 那这一题主要就是说 我想基本的中间的这个圆 直径为八九十应该没问题 先画出来 那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先从右边这边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这边要做哪些动作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边有相关的尺寸 那首先的话呢 实际上这边它有个五十四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把它除以半的话应该多少 二十七度 对所以如果二十七度 那你有几种画法 当然一般传统画法是旋转 二十七度正负两个 比如正正二十七跟负二十七 旋转用测点的方式 正负二十七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用极坐标啦 我今天前面讲过你极坐标四为二十七 有没有 那你直接就可以拉一条线 再拉一条线 那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 那极坐标会快一些些 那画完毕之后你再怎么样呢 把它往外十五 那这边往外 往下 然后再往这个方向 这一块就做完了 所以这一块其实非常简单 那稍微比较麻烦一点是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弧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圆 那这个圆呢 怎么画 它给我们几个尺寸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这边要需要画一个五十四度 那五十四度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画一条线 直接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再用旋转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极坐标 直接给它一条线 极坐标这一条线应该是几度呢 应该是九十度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五十四度 所以是一百四十四对 所以一百四十度 你大概你几乎它是144 画一条线过来应该也可以 那先画一条线之后 它这边有个尺寸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再往这边 你可以追踪二十五点五 然后往上画一条线 这个时候就会有个什么呢 这个圆的中心点就出来了 那这个圆的中心点有了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呢 再利用这条线把它往这个地方偏移 其实你只要偏移一边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偏移一边之后的话呢 偏移一边 这个三十二的一半是六 那就可以知道说它的半径多少 中心点到这个的焦点 就是它的半径 那这样这一边就画得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 看起来稍微复杂一点点